祈祿和希望的华语 秉廉四旬期第四主日 路加十五章一至三十一至三十二节 Venando Amelideson都能说到此 大家主日好 今天我们读到的是耶稣的最著名的 和最美的一个比喻 它被称为档子的比喻 这个标题揭示了我们的注意力 将它集中在其中一个人物身上 即第一个进入场景的人 不受约束的儿子 他离开了他爸爸家 但他不是最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档子身上 我们就有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耶稣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我们在反省中要做的 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在准备集体修和盛事的时候 听过很多次的了 介绍这个比喻的人 通常会对现场的人这样说 我们是寻求喜乐 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走到弯路 例如你年轻人 你放弃了宗教实践 因为你的朋友取笑你 说你好落后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再去教堂 又或者你和你的团体成员疏远了 因为你们合不来 在里面固然有分离 而令你发怒的事 但你当时感觉很好 你和你的群朋友打成一片 你对他们满不满意呢 新的朋友群体比你离开的 会更加好吗 或者也许你在金钱问题上 或情感承诺上自欺欺人 你对自己的选择满不满意呢 然后自然这样 你有了讲道员以下的反省 改变你的生命 悔改 认识你的错误 并回回你父家 的确 这个比喻也有这个意思 但是 这个不是耶稣 讲述他的主要原因 如果这个是主要原因 我们就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 引入比喻的第二部分 就是有关大儿子的部分 他向爸爸表达了 与上人一样的想法 没有同情心 但主要的是 我们有第三个人物 那个主要人物 就是父亲 耶稣希望我们 将注意力 集中在这个人物上 因为 他是纳赞纳人耶稣的 天主的形象 是天父的形象 耶稣说这个比喻的主要目的 是要除去 经师和法利赛人 心中那个 偶像化的天主形象 那个是人们 发明的天主图像 他不止天父 经师和法利赛人 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比喻 是为我们今天准备的 因为今天 很多基督徒所相信的天主 仍然保留着 法利赛人的天主的 很多特征 立法者 判官 想法分明的天主 这个不是纳赞纳人 耶稣的天主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他并不像 比喻中的主角 即父亲 现在 让我们首先看看 耶稣对 谁说这个比喻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将看到 他不是对罪人说的 好像我们所习惯的 说服其他人 改变生命 耶稣希望他们 改变自己的头脑 不是罪人 不是义人 让我们来听一听 众帅利及罪人们 都来接近耶稣 为听他讲道 法利赛人及经司们 施施誓意说 这个人交接罪人 又与他们吃饭 耶稣说对他们 切了这个比喻说 让我们试一下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以便好好地去理解 耶稣向谁 讲这个比喻 他们是要想 他使他规范的人 他在一个房间里面 在他周围的 是所有的碎利和罪人 碎利是离天主罪愿的人 是不被救赎的人 他们没有希望得到救赎 他们是外邦 压迫者的合作者 为了钱 背叛自己的人民 抛弃了信仰 向皇帝的神祭献 如果耶稣 想要使这些人归化 他就一定 在一间房里面 讲这个比喻 但耶稣不是要 对他们讲这个比喻 外面有一群人 他们是经师 和法利赛人 那些是正派的人 好人 和宗教人士 他们遵守所有界命 他们做些什么呢 他们舍舍思义 意思是 他们在质疑耶稣的行为 他们又说些什么呢 这个人 交接罪人 注意 他们没有讲的名字 没有 即这个人 他们甚至不讲他的性命 这个人交接罪人 其中所有的动词交接 指明 这个不是一次性的举动 而是持续观赏的行为 他的生活作风 是欢迎罪人 和他到他家 并和他一起吃饭 同罪人同吃 在盘子里的食物 这个意味着 燕污自己 这些经师 和法利赛人 都不进入 耶稣所在的房间 这些人 在外面的人说 这个人 连准人都引诱了 你还信天主吗 因为天主 不同罪人同在 他厌污罪人 天主和二人 站在一起 我们记得 那个在圣殿里 祈祷的法利赛人 他和天主说 我不像那个碎利 你也都鄙视他 而我们是朋友 因为我遵守所有戒命 我是善 我每星期禁食两次 耶稣不相信 这样的天主 他不相信 他们心目中的 那个天主 他们很贫乏 很闷快乐 耶稣知道 这些经思和法利赛人 不是坏人 只是 他们相信一个 并不存在的天主 那不是 耶稣离向 世界所传播的天主 这些人 没有经验到 被爱的喜乐 不管他们 是好或是不好 因为 耶稣所传播的天主 是一位 爱所有人的天父 这个超出了 经思和法利赛人的逻辑 耶稣爱他们 他想让他们快乐 因为 如果他们不接受耶稣 所传播的 这位天主 他们在生活中 会一直不开心 就会与所有的 和他们想法 不同的人争斗 因为他们 还不明白自己 天父的爱 是无常性 耶稣现在 所做什么呢 是拯救 他所爱的 经思和法利赛人 他想 给他们带来 喜乐 他采用了 教育方法 不是我们 通常所使用的 方法 我们会立即 开始 和经思和法利赛人 争论 这个是错误 因为我们会输 他们会将我们 带入他们的阵营 使我们好像 人们一样推理 好像他们的天主 一样推理 遵循这个世界的 正义标准 他们会赢 耶稣没有按照 这个论证的教学方法 施法将他们 压倒在墙上 没有 这样他会输 因为 他们心目中的天主 和他们自己 完全一样 他们发明了 这个天主 耶稣讲一个比喻 而且这个比喻 并没有 强加一个真理 他使真理 从耐心 从听众 来浮现出来 最后 听比喻的人 就是宣判的人 让我们来听听 这个比喻 是如何开始 第一个人物 是当子 让我们来听一听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的向父亲说 父亲 请把我应得 这一份家产 给我吧 父亲 睡把产业 给他们分开了 过了不多几天 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 都拾起来 就往远方去了 他尽那里荒人度日 毫费他的资财 父亲 请把我应得 这一份家产 给我吧 据生命记 第21章所记载 小儿子的遗产额 是总量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是属于大儿子的 向众活着的父亲 要遗产 意味着什么呢 相当于和他说 爸爸 对我来说 你已经死了 你被埋葬了 我和你再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你存在 我就不能够自由地 去做我想做的事 我没有办法快乐 你是我生命的障碍 这个就是要求 分家产的含义 这里 父亲代表天主 因而我们可以 在这个年轻人的 推理和思考方式 以及他的选择里面 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 我们看到这一幕 在今天很多离开了天主的人身上出现 他们离开父家 因为他们对天主的概念 和这个儿子对他爸爸的概念一样 在这个男孩 和今天这么多离别天主的人 的生命 选择背后 是怎样的天主图像呢 是错误的天父图像 是错误的天主面容 他被看作是 一个老板式的父亲 是自由和喜乐的反对者 他不会让我 做我认为正确的事 这里 有一条教义 被创误的表述 那就是 将天主 比较为一个 有权发号司令的老板 凡里行这些命令的 会得到祝福 凡违背这些命令的 会受到懲罰 我们的很多教义 都是这样被解读的 我们本末倒置了 首先 你应该呈现出一个 爱而女的天父面容 只有感到被爱的人 才会自信地 听从父亲的话 被称为十戒的戒命 是一位慈父的 对你所说的 因为他希望 你能够幸福快乐 如果不理解这一点 认为主有权强逼你 如果主不惩罚那些 不服从的人 这样你就想 离家出走 当天父对你说 不可杀人的时候 不是说 如果你杀人 他就会惩罚你 而是说 我建议你这样 我给你提议这条戒命 是因为我 希望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如果你杀人 你就一个野兽 就不是人 如果你通奸 你不能够做这件事 不是因为我会惩罚你 而是因为 这件事 使你失去了人性 你不能够偷渡 不是因为 你偷渡 我会惩罚你 而是因为 如果你偷渡 你偷渡 你就不是人 就在这里 天父的面容改变了 他不是一个老板 而是一个爱你的人 因此 他向你展示生命的道路 和真正的喜乐 只有当你对天主的面容 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图像的时候 你才会听从他 而且 我们注意到 在福音里面 耶稣从未提过服从 即 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过 耶稣从来没有要求 我们服从天主 他说要相似天父 这样 那些对天主的面容 有一个不正确的图像的人 即 与那个离开家的儿子 有相同图像的人 会怎样呢 他们离开了 事实上 几日之后 这个男孩就离开了家 这个一定不是一个突然的选择 不是的 他听从了他的朋友的建议 他们告诉他 看看 你爸爸在阻止你快乐 离开了 这个正是今天仍在发生的事 媒体 媒体 同时给你的建议 导致你将天主 视为老板 觉得必须逃离开他 而你离开家 是因为年轻的岁月短暂 他们好像叹息一样 转信即逝 你有可能失去享受生活的最佳机会 你害怕你最终会错失时机而后悔 然而 如果认为责任完全在这个人身上 那就不公平 很快 我们将会见到他的兄弟 你就会明白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是怎样想 他为自己能够完美地去完成父亲的命令 根据他自豪 然后 又因自己的道德操守而傲慢 不能够容忍 那些不和他分担义务 不认同他的工作管理方式 和忙碌生活的折瘦的人 生活在这样的兄弟身边 是非常困难的 他对爸爸形象的认知 也都不正确 也都是老板的形象 他稍后会说 我服从 折瘦你的命令 今天我们 寻找很多 替罪高扬来解释 离开教会的现象 我们说这个是 享乐主义思想 道德败坏 世俗心态 价值观的缺失 但如果教会空了 难道说 这个只是这些年兄弟兄的错 而年长的弟兄 他不需要任何责任 现在 我们听听这个 以为离开富家 就会幸福的男孩 发生什么事 当他把所有的都 挥复尽了以后 那地方正如着大方年 他便开始穷困起来 他最头靠一个 当地的居民 把人打发他 到自己的庄田去 放猪 他恨不 拿猪吃的豆甲 或果福 可是没有人吸他 他反攻自问 我父亲有多少佣工 都口量丰盛 我就这类反要饿死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 并且要吸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作 称你为父儿子 把我当作你的一个用功罢 他便起身 到他父亲那里去了 那环境很快过去 钱财都用完了 这个用完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们是会消亡的偶像 这些年轻人 将所有的信任 都放在这些偶像上面 相信他们会带给他 快乐 喜乐 对你来说 身体条件很重要 你年轻的容貌 很有魅力 记住 这些都会消退 在某个时刻 咒文和咒皮组织就会出现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将喜乐和响乐 混为一谈 这样当你去追求响乐的时候 它就会消失 你喜欢成功 为了成功 你甚至将朋友和家人 放在一边 在某个时刻 这个偶像 这口井干绝了 在你退休之后 没有人会再联系你 当你健康状况不允许的时候 宴会的乐趣就会结束 旅行 巡游 当你年老了 你必须忘记他们 如果那些还没有更多的钱 一切都会更快结束 这样你认为这些是朋友的人 他们只是走肉朋友 他们不希望你再留在他们屋里面 他们会将你扔出去 这个男孩相信偶像 他离开父家 因为偶像会给他想要的东西 但现在他没有得到饱足 而是饿 他被逼做什么呢 受过于他人 被派田里照尿珠 他不想分享他爸爸的事业 他想独立 想自给自足 想自己自由拥有自主决定权 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成了偶像的奴隶 当你离开父家 离开天主的时候 你欺骗自己说 你正在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一个超人 又做自己的神 落入身主人的手 他强迫你工作 甚至到最后 你为自己 令人厌惡工作行为 那么羞耻 觉得不配做一个人 例如 如果你离开天主 而相信今次的人偶像 这样 他会向你娶乐很多 但他会对你下命令 让你做你永远不想做的事情 比如剥削弱者 欺骗 说大话 偷渡 奉承 或者尋求成功 因为他给你带来快乐 带来新的空气 但这个偶像向你要求什么呢 做出妥协 获得认可 获得知名度 做一个你会感到收拾的事 因为 罪向你承诺很多 但他却让你 离你想去的地方 越来越远 怎么满足这种饥渴 这个男孩被诱惑 去偷猪吃的豆甲 但他没有办法自降身价到这个程度 他不甘心去和猪一起吃豆甲 可时又没有人给他 人必须满足自己的饥饿 但这种饥饿 是通过接受同伴 放在你手中的性物来满足 在这些性物的交换里面 人类得以存在 这个不是通过下降度和猪同食 通过躺平来实现的 不是 是通过关注身边的人 和兄弟姐妹联系的实现 这个男孩很肚饿 但没有人给他饮食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非常有效的不足 就是说 在一个被偶像的逻辑 所统治的世界里面 没有人愿意向你伸出援手 当你离开天主 而进入一个偶像崇拜的社会里面 如果有人向你伸出援手 那个就是出于利益 你若没有东西给他作为回报 就不会得到他的信任帮助 那里人民的想法是智库上升至顶端 获取权力 统治 那里的规矩 就是竞争 如果你被打败了 你就会被人踢出去 没有人会再帮你 如果他们帮你 是因为你可以给他们一些东西 也许是对他们成功的推动 这个就是这个年轻人 最终所处的偶像崇拜的社会逻辑 现在发生什么呢 他沉沦了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偶像到某个时刻就会崩塌 他回归自我 并开始思考 我很肚饿 我做些什么呢 在这里 我一个赚工资的人 我工资很低 做最可耻的工作 在我爸爸的家 他拥有很多 他有很美味的面包 这里却相反 我在这里挨饿 我应该怎么做 他推理你 我想 我要吃 因为这个 此刻唯一让他担心的问题 他说 我去爸爸那里 并请求他接受我作用工 这样我就会赚多些 待遇会好些 问题是 这个男孩子有没有悔改呢 答案是 没有 在他的话里面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他唯一关心问题是 要找到一种方法 去满足自己的饥饿 只要有另一样 让他一样的流文出现 说 看一下 我有钱 他就会没问题的了 他又会忘记 然后 继续信任 那些背叛他的偶像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悔改 如果他说 我做些什么呢 我想知道 我的爸爸 是不是还没死呢 我对他来说 对我而言 你已经死了 我该如何形容自己 然后 如果他想 我回到我爸爸那里 跟他说 我只是来向你道歉的 我知道 我让你遭受到 难以置信的痛苦 我不配做 称为儿子 我不想留下 在你的家庭里面 我甚至不想 喝一杯茶 因为我不配 我会离开 我会死在桥下面 我不配留在家 我被你带来的 太多伤害 这个才是悔改 在这里 没有说他有这些说话 要明白 他们现在心中的 父亲的面容 就必须奴记这一点 这个年轻人心中 仍是将他的父亲 视为老板 也都是某些教理讲授 所灌输给我们的想法 当有人说 你犯了罪 你犯了错 请求天主宽恕吧 如果你请求主宽恕 是因为你已经意识到 你犯了错 这样他就会宽恕你 不会惩罚你 但如果你不请求他的宽恕 这样你将承受后果 和惩罚 这样的教理教授 是被天主面容 戴上一个恶魔般的面具 我们还未明白 甚至我们很多基督徒 都不明白 天主的面容不是这样的 那个是经师 和法利塞人的天主的面容 纳杀纳人耶稣的天主的面容是 一个种是宽恕你 无条件爱你的天主 即使你是最不听话的儿女 当你意识到这个爱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你已经误入歧途 然后你将自己投入天父的怀里 给予他你完全的信任 明白只有接受主的爱 你才能够幸福快乐 我们稍后会看到 这位父亲的两个儿子 而这两个儿子都没有明白 他爸爸是谁 现在父亲进入场景 他是主角 是纳杀纳人耶稣的天主 是给予的中心 让我来听听 他来的还原的时候 他父亲就看见了他 动你怜悯的心 跑上前去 破到他的沥纸上 以成地亲吻他 儿子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我不配作清 作你的儿子了 父亲他吩咐自己的仆人说 你们快拿出 上等的浦纸来 给他穿上 把戒指带在他手上 给他脚上穿上鞋 再把那只肥牛毒 牵来载了 我们应吃喝欢愿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 身而复得了 他们就欢愿起来 纳杀纳人耶稣的天主的特征 在爸爸这个人物身上 得到完美的体现 他用五个动词 描述了他对儿子的回家反应 我们将研究这些动词 因为他们将成为我们的验证 我们是真的 相信这位天主 还是心中 依然传着经思 和发力错言的天主图像的依据 第一个动词 他离的还远的时候 他父亲就看见了他 不是说他在工作 然后他远远地望见他一眼 看到他儿子回来 不是的 他一直在看 望他儿子离开这方向 看向地平线 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地平线 外心地等待他儿子回来 这个不是经思 和发力错言的天主的目光 经思和发力错言的天主 是立法者 他将目光聚焦在 谁应该遵守他的戒命 谁应该违反他的戒命 以便赏法 古得基督徒仍在朝拜这样的天主 他们觉得自己是赚工资的人 每日起初的时候都期待 获得自己的报酬 天主不是这样的 这个不是纳扎纳人耶稣的天主 不是有着三角形中所画的全知之眼的天主 全知之眼又称为天主之眼 富有经文 天主看着你 要小心 不要偷渡 因为天主看着你 不要犯奸人 因为天主看着你 并且要注意 最后 他会把你送进地狱 这些是经师和法利赛人 脑中的天主的眼 纳扎纳人耶稣的天主的眼 是爱的关注 无论而止 行善与否 尤其是他离开生命道路的时候 将是陪随着他 使他回到喜乐的道路上 第二个动词 动力怜悯的心 这里用了一个希腊动词 是我们都曾经在印文中听过的 它是源自 这个词 意思是 抢肚 另外 在旧欲里面 在希伯来语里面 也有相同的图像 即当天主出现的时候 用了这个 Rahum 源自这个 意思是 母体的子宫 这个意味着天主为了人 经验到一种 肺腑的爱 即是一位妈妈 对他胎中的子女的爱 人们没有办法想象 有比这个更亲密 更重要的情感 在新样里面 动词 被重复了十二次 总是用于描述天主或者耶稣 这个对我们的体验 我们所培养的爱 真情绪 而失去了对自己反应的控制 他不再用头脑思考 而用肺腑里面的情感思考 他开始跑 对这个老人来说是很危险 如果他被什么困到低落华呢 这样他们看到他跑了崩溃就会问 他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高贵的人 确实是 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爱的人不在乎人家说什么 他听从自己的心行事 第四个动词 扑到他的颈项上 看来是拥抱住他 其实不是 其希腊文是 意思是 他一处跑 跑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受不了了 因为 他已经没办法跑得更远 所以扑到他的颈顶上 第五个动词 亲吻他 原文是用这个 而不是 意思是 他没办法停止问他 而且 他没问 他是否感到抱怯 没有 他是他的儿子 永远都是 他不关心他 是不是有道歉 他不想听他请求原谅 不想 而这个反应是什么呢 用他准备好的话 因为他想作为一个 仆人被接受 想获得新老板的信赖 这个老板比他 远处的邵老板更好 父亲 我不配作 称你作 而此念 父亲打断了他 因为 他甚至不想听他的儿子 将自己讲成仆人 天主不希望人们 去服侍他 在圣经里面 当我们谈及天主的仆人 我们指的是 那些将自己的生命 交由天主爱的计划 去支配的人 天主不受服侍 外帮人的神 才要求人去服侍 纳扎纳人耶稣的天主 是人的伯人 很多虔诚的人 都认为自己是用功 每日结束的时候 等待主人的报酬 当有人向他们说 提到天主将进入 他家里的喜乐 赐给所有的人 他们就会生气 因为他们说 但是 我表现得很好 因此 那些表现得不好的人 必须受到惩罚 你喜欢做这样的信徒 你所宣誓的信仰 不是对纳特纳人 耶稣的天主的信仰 而是对经师 和法利赛人 心目中的天主的信仰 现在 父亲做些什么呢 而至回来了 父亲没有问他 有没有悔改 有没有请求宽恕 让我们注意 在福音里面 耶稣从未讲过 要请求天主的宽恕 如果你犯错了 请求你兄弟姐妹宽恕 天主宽恕 是以其持续的注视 他的说话 以及通过其安置在自己子女身边的天使来完成 他希望将那些误入歧途 伤害了自己的兄弟姐妹的人 带回到生命的路上 他们必须向兄弟姐妹请求宽恕 他们应向天主请求什么呢 什么都不需要 他们只需要感谢他 因为主引导他们的生命 他一直在他们身边 并将他们带回到喜乐的路上 当天主成功地 获得这些成果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呢 举办宴席 是天上的圣宴 这位父亲说什么呢 首先说 拿出上等的葡萄 圣经中的葡萄 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是表明一个人是谁 而在这里 这个葡萄 使你相似于父亲 你不是仆人 不是工人 你是这个家人的儿子 这个相似于天父 这个是你受洗时所领受的长葡 使你上去天父 提醒你 你永远是天父的孩子 即使你已经离开了 第二个是 将戒指带在他手上 这个不是结婚戒指 这个是印章 保重你家屋的主人 你可以处置你爸爸的所有财产 他是你现象银行的签章 父亲将戒指递给他 说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然后 吸他脚上穿上鞋 天主不想要伯人 他想要的子女 伯人是赤脚的 天主不想看到人们赤脚 主让这个孩子明白 他始终是儿子 他的良心 使他满足于做仆人 不是 你一直都是他的子女 多少次 当你的生命五入歧途 你害怕天主 害怕天主发怒 害怕天主用奇怪的眼光看你 不是 他仍然会爱你 因为你永远是他的子女 然后是盛宴 将那只最肥的牛毒牵来宰了 我们应吃喝欢宴 因为我的儿子是死而复身 失而复得了 他们就欢宴起来 耶稣说 当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的庆祝会比九十九个 一直走正道的二人要多 现在 另一个人物进入场景 他不理解这个无常的欢宴 欢宴必须是佩德的 即使是今天 有些很多基督徒 还不理解天主 那些自由和无条件的爱 他们继续朝拜 经司和法利赛人 心目中的天主图像 让我们听听 这个第三个人物是谁 那时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 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 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 谁叫一个仆人过来 问他这是什么事 仆人向他说 你的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因为见他无让归来 便为他阻了那只肥牛毒 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 他的父亲才出来劝解他 他回答父亲说 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 我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 见你从未吸过我一只小山药 让我和我的朋友们欢宴 但你这个孩子 和娼妇们好尽了你的财产 他一回来 你倒是他阻了那只肥牛毒 父亲及他说 孩子 你尝同我在一起 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自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 应当欢宴喜乐 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耶稣并不觉得 让我们认同小儿子有什么困难 因为我们也经常发生这些事 我们远离天父家 我们用头脑推理 不相信他的话 所以我们离开了天主 然后我们发现了自己错 我们又回到天父家里面 耶稣觉得更困难的是 是除去我们脑中的天主图像 即经师和法利赛人的天主图像 一个想法分明的天主 这个就是为什么 他要给我们 讲述哥哥这个人物 哥哥所指引的 恰恰就是经师和法利赛人的言行 让我们补充一些 这个都是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情况 他们继续朝拜这样的天主 让我们看看这位大哥 他正在田里面工作 他一直在工作 当他回家的时候 他经意地发现 有宙乐和歌舞 他叫了仆人来 问他 这里发生什么事 我从来没有听过 这里有宴会 仆人告诉他 他的弟弟已经回来了 你父亲安排了一场宴会 他剖了一只肥牛仔 此刻 大儿子发生了 他不接受 这样的不应该有宴会 这个宴会 不应该是 无常的 工作的人才可以配的 他不想像这个宴会 然后 爸爸出现了 现在 我们留意一下 大儿子说些什么话 让我们自己问一下自己 他是刚刚或写错 他的爸爸说 你看 这些年来 我服侍你 他不觉得自己是父亲的儿子 他一个仆人 就好像经司和法利塞人一样 他们是仆人 按照他们的法律书 Torah 的遵守与违反 来受想报与惩罚 这个就是今天 很多基督徒 仍然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 他们不觉得自己 是被无常地爱着的子女 他认为自己是仆人 这么多年来 我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 自然 如果现在他们听到说 有无常的验证 他们就会抗议 我这么努力 你是经司和法利塞人 你不是基督徒 我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 而你从未给我 一只小山羊 让我和我的朋友们欢迎 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 不像一个儿子吗 你是主人 是家里面的老大 但是相反 你却觉得自己是一个毒人 希望我给你一只小山羊 你拿就行了 它是你的 你没有看到 你没有将自己当作家人 但你的儿子 但你的儿子 他一回来 大儿子并没有说 我弟弟 没有 而是说 你儿子 即是那个 和娼妓们 耗尽了你的财产的人 他怎么知道 小儿子曾经和娼妓一起呢 甚至是 恶意中伤他 你倒是 他剃了一只肥牛仔 我们想知道 这些年轻人 是对还是错 他是对的 他的反应 正是我们会有的反应 按照我们的正义的标准 我们心中就有这个 我们自己创造的天主图像 他是一个偶像 因为是我们发明了他 使他好像我们一样的思考 他不是纳扎纳人耶稣的天主 经司和法利塞人 以及很多基督徒的天主 是一个不安排无常厌惑的天主 你必须要付钱 你必须要到春蜜处付钱 不能够入这个宴会 不能够不可以 纳扎纳人耶稣的天主 是无常不去爱的天主 我们注意到 在比喻里面 爸爸一共重复了十三次 七次是由比喻的聚述者所说的 五次是出自小儿子的口的 一次是由伯人所说的 他说 你父亲为了尿那只肥牛毒 但儿子一次都没有说过 很多好像这样的大仔 一样反映的基督徒 是伯人 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子女 我们都已经意识到 这个比喻还没结束 爸爸和大仔说 你总是和我在一起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你应当欢迎喜乐 因为你的弟弟 哥哥曾经说 你这个儿子 不是 他是你的弟弟 他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 所以你应当欢迎喜乐 现在我们问自己 大儿子进入宴会吗 小儿子会留在父亲家里吗 又或者 他一点会在这里看到 有一点在外边 有一点在里面 要回答这个问题 很容易 当我们知道 这个大仔是哪个的时候 就知道 他肯定会进入宴会 因为他必须按照 爸爸的要求 他必须服从 但他没有被说服 这个正是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情况 当他们听到 对纳达纳人 耶稣的天主的面容介绍的时候 他们说 是的 他是一个无常地 无条件地 爱所有人的天主 因此 他让所有人 觉得互为兄弟姐妹 即使是对那些 在生命中犯错的人 因此我们必须成为天使 将这些孩子 带回去天府家 我们进入宴会 但我们仍按照我们的标准 去朝拜各位公义的神 所以 我们是大儿子 但是 我们也是小儿子 我们很清楚 小儿子的情况 当他们回家的时候 他们仍然认为 自己想出去 这样他们 就不觉得高兴 就会悶不乐地 回到父家 美好的就是 天主 是这么好的 他爱那些 好像这样的孩子 他好像小儿子 和大儿子一样的孩子 主继续爱这样的我们 祝大家 主日好 变了一个很开心的星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